Question 6 The townspeople build a blank in memory of the brave teacher who sacrificed her life to save her students from a burning bus 我们看这一句 一开始这个句子的主词是在The townspeople 我们先来看这个字Townspeople Townspeople这个字看起来虽然长 但是同学如果你眼尖的话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字是由Towns跟People 这两个字所合起来的 Town就是城镇 People就是人 所以住在城镇里面的人 我们中文就翻成镇名或者是市民 好他说呢 The townspeople built a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Build这个字 它是动词Build这个字的过去式 那Build这个字呢 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建造或者是盖 提醒同学他的动词三态是Build Build Build 好他们这个证明盖了一个什么呢 好他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目的 好Memory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Memory Memory中文我们翻成记忆 那这个字呢 有一个动词 相信同学应该也记得了 这个字呢 念成Remember 那Remember呢 是记得 所以呢 记忆跟记得 这个都有一个字根 就是Memmo Mem这个字跟记忆有关的 那这边呢 有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Indy呢 强烈的记忆 建议同学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就是In Memory Of 那In Memory Of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纪念的意思 In Memory Of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纪念 好他为了要纪念谁呢 In Memory Of The Brave Teacher 好我们看看这个形容词念成Brave Brave这个字呢 中文翻成勇敢的 好那相较勇敢的呢 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 这个字我们念成Courageous 这个字也是属于英勇的 勇敢的 那这两个字呢 都当作形容词 那我们知道勇敢的这个字呢 它是源自于它的名词 这个名词我们念成Courage 中文翻成勇气 讲到勇气这个字 我们一定要学会它的动词 这个动词呢 我们英文念成In Courage 有没有发现 我们只要在勇气的前面 加上一个En的字首 In 它有使的意思 当你把勇气给了一个人 是不是就是鼓励他 助长他去做什么事情呢 好所以呢 他们呢 建了一个什么 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勇敢的老师 这位老师做了什么事情 这位老师是谁呢 好他说呢 Who sacrificed her life 我们先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Sacrifice Sacrifice这个字 好我们来看看 Sacrifice这个字 Sacrifice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呢 翻成牺牲 或者是现出 他当作动词 当作名词的时候呢 可以当作生理 或者是祭品 那这边有几个相对的片语呢 Andy也建议同学可以记起来 这几个片语呢 都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用的是 搭配介细词 at这个介细词 at at the sacrifice of 也是牺牲的意思 或是以什么什么为代价 那我们知道呢 牺牲跟你付出来的代价 expense这个词 就是花费的意思 cost这个字 当作名词也是花费 所以呢 你以什么为代价 你牺牲了什么东西 我们就可以用这几个片语呢 来互相的交替的使用 好他呢 牺牲了他的什么呢 他的生命 他牺牲生生命的目的 这边呢 to save 表目的 是为了要拯救他的学生 从什么地方拯救出来呢 from a burning bus 好那这burning这个字 我们看到出来 它是从 好burning这个字呢 好burning这个字呢 我们看到出来 它是从burn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他原本burn呢 当作动词是烧 或者是燃烧炭伤的意思 加上ing之后表示 正在燃烧中的公车 或者是巴士 底头把他的学生呢 给救出来 好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看四个选项 好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monument 好monument呢 当作名词 它的意思呢 是纪念碑纪念塔 或者是纪念馆 那这个字的音节呢 我们看 m-o-monument m-e-n-t 它是一个名词的字为 所以monument这个字呢 在这边呢 我们就翻译成纪念碑 纪念塔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字 这个字念成refugee refugee呢 指的是难民 或者是流亡者 第一个音节 在re念成re f-u念成fue g-e-e就念成g 这个字就念成refugee 注意它的中音节 在我们的第三音节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第三个字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c souvenir souvenir这个字的意思呢 是纪念品 纪念物的意思 这个字比较简单 同学花点时间 背一背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四个选项 firecracker firecracker这个字呢 是属于爆竹 或者是鞭炮 那这个字呢 同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前面有一个火 就是fire 那cracker呢 它原本的意思呢 就是可以把什么东西给压碎 或者是压破的意思 这个字呢 从crack这个字来的 那crack这个字呢 就是把什么东西给敲开 或者是砸开 我们的墙壁上有裂缝 那个裂缝也叫做crack 当作名词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呢 有一种东西呢 叫做cracker cracker这个字的意思呢 它可以当作 一种薄饼 也可以叫做cracker 但是cracker这边呢 它也可以当作鞭炮 那相较于firecracker呢 还有另外一个叫firework 那firework呢 跟firecracker 其实有点类似 真的规模比较不一样 firecracker呢 指的是爆竹 firework指的是呢 打到天上去的 发射到天上去 会有很漂亮的颜色 跟规模很大的 那就是烟火 英文就念成firework 所以呢 firecracker 跟firework 特别要注意到 它两个字的不一样 好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呢 the townspeople builder 这我们就知道了 他为了要纪念这个 牺牲自己生命 来救他的学生的 这个老师 我们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纪念碑 所以我们这里答案选择 第一个A Monument Question 6 The townspeople build a blank in memory of the brave teacher who sacrificed her life to save her students from a burning bus 他们这些练习惑的 我们下期待了 一些对面别的